勇气 孩子的声音 昨天我跟朋友说了一个谎 感觉良心不安 需要去跟他道歉 说出实情 但是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感觉很困难做到 我的心在两难之间挣扎 耶稣的声音 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 选择要做对的事 做正直的人都需要勇气 这个世界充满着罪恶和试探 处处是陷阱和罔罗 仇敌在暗处 随时想用谎言欺骗人 他们也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 让人受骗上当 天国在这个世界中 如同黑夜中的光 生的儿女就像光明的子女 你们是世上的光 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能点的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们身上肩负着我的托付和使命 你们是光明的子女 是世上的光 在黑暗的地方 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 好让人一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黑暗的权势想要吞灭你们的光 所以你们需要立定心智 决心做正直的事 行我眼中看为善 看为美的事 这需要勇气 但这正是凸显你们是光 是独特的 是从这世界分别出来的 是与世界不同的 这是一个荣誉 是我显在你们身上的荣耀 但这需要付出代价 就是当黑暗要吞灭你们的时候 你们要勇敢的站起来 与他争战 拒绝他的谎言 拒绝他的试探 拒绝他的威胁利用 你们要勇敢的宣告 我决心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我决心做正直的人 行圣说喜悦的事 我决心活出神圣洁的生命 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决心遵行神的旨意 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你们的立志会受到挑战 所以你们要保持清醒 不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是诸拜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召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示力量给你们 在这一场政治与邪恶 光明与黑暗 真理与谎言的战争中 你们会要谨守惊醒 我会与你们同在 做你们军队的元帅 你们只要仰望我 依靠我 我必示力量给你们 帮助你们征战得胜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 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不要害怕 要依靠我有勇气 刚强壮胆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荣耀 这是你生命的价值 生存的意义和目的 你依靠我勇敢的抵挡 邪恶的势力 发出生命的光 如同明光照耀在这黑暗的时代 如果你知道 这为别人带来多大的祝福 为神的国度带来多大的胜利 为天父带来多大的荣耀 你就知道你的生命 有何等大的价值 你的生存是何等的有意义 你身上显现出神何等大的荣耀